大家好,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不知不觉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房租不吵的声音已经被印在很多人心里 现在在市场上开始有了越来越多不同的意见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还是不可以买房 时间越久,这种分歧的声音就越来越大 最近各媒体不约而同的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明确指出,今后城市的发展不可能再回到依靠房地产拉动的路上来 虽然房地产曾经对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还继续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推动作用 那就适得其反了 一类人士表示,对于目前的楼市 看看周边的楼盘情况,地产中介的情况 也许就可以了解到一点内情 而且在目前严格的调控上 多数一线城市的房价在平稳过渡中 甚至有稍微的回落 而多数的中小城市房价又个别已经回落很深了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也是不敢出手买房子的 除非是急需的人群,那就另当别论 在我国的市场都遵循着一条规律 那就是买涨不买跌 目前房价如此走势,大家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 比起几年前,大家已经不在热衷买房了 房住不吵,为什么越来越多老百姓不愿买房了 然而对于刚需一族来讲,在2019年的下半年 到底能不能买房呢? 其实,笔者已经讲了 目前人们已经不在热衷买房 那就是很好的消息 那么房地产市场不再火爆 热钱就不在房地产市场里面滚动 以前有可能要求地产公司人员买一套房 现在情况很可能就反过来了 刚需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而且购房的成本也会逐渐的降低 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上浮了将近一年的按揭贷款利率 也开始持续回落,给刚需们降低了不少购房的成本 而且从长期来看,全国首套房的按揭贷款利率 仍然有下行的趋势 加上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仍然严厉下去 这对于刚需来说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利好消息 亲爱的老铁,你们认为是这样吗? 感谢关注,欢迎下方留言